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少的0.9% 最多的1.74%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继续保持不变 维持在1350附近 那么原油价格则继续轻微上涨 0.5% 目前收盘至66.50左右 另外比特币价格几乎也是原地不变 目前保持在7900至8000美元附近 在今天任何话题中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澳洲央行的自信 但是与民间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知道昨天澳洲央行公布了上一次会议纪要 那么在这次会议纪要中 我们来看一下它重点都讨论了什么 总体来说呢 这一次会议纪要中澳洲央行的大部分委员 依然是对于澳洲目前经济保持一个基本满意的情况 同时也说到呢 未来澳洲将以加息调控的政策为主 减息估计是不可能了 那么总体来说呢 他们对于澳洲的经济目前表现出的信心 还是非常充分的 那么根据前几个月的报告来看 目前唯一的担忧就是由于工资增长太慢 所以导致的家庭的消费能力呢 据以前有所下降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还是说的但是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每一次会议上呢 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呢 都对澳洲经济表现出基本的满意 虽然说没有这个太多的问题 但是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除了在这个家庭支出 以及呢房地产上面稍有回调之外 其他总体来说 从澳洲央行的报告来说呢 还是不错的 但是然而呢 事实情况呢 却并不是这样 或者说 在民间对于澳洲经济的担忧 却远远的 比这个澳洲央行要来得多 那我在过去的几次节目里面也说到 其实目前澳洲经济唯一的亮点 其实是来自于靠着能源和矿产的稳定回调来实现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并没有其他行业能够扛起呢 这个澳洲经济恢复的大气力 所以我们来看不论是消费也好 还是地产也好 在今年的情况都不是很好 那么旅游和农作物或者农业呢 又不能扛起这个经济恢复的大气力 所以说其实现在来说 其他的像什么奶粉教育啊 医疗啊这些呢 只能起到锦上添花 但是无法做到血中的送炭 当然了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洲央行有的时候说这些话 也是为了大家好 毕竟咱们老百姓平时也接触不到 什么其他的金融信息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新闻 和接触到的这个报纸上 都是说对于未来经济恢复有信心 经济情况一片明朗的话呢 那么我们老百姓也敢于花钱 什么企业呢也会敢于招人 这样经济呢才能够繁荣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经济中心 最怕的就是民众对于信心的丧失 因为这个信心一旦丧失以后呢 包括消费也好 包括投资也好 都会大幅的萎缩 所以说总体上来看 这个澳洲经济现在 虽然说只有一条腿在走路 但是由于它的人口比较少 只有2400万人口 等于中国一个上海或者北京的人口 因此这么大一个国家 要养活2000多万人 应该说还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那么也就关键是 咱们吃饱了以后 要想着吃得好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其实澳洲各界政府 其实也知道现在经济情况并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看到各大城市呢 都是在大兴土木 其实就是呢 学习像中国2008年一样的 这个4万亿计划 不断的呢 由政府投入来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直接制造就业岗位 拉动消费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举动 希望在未来能够带动澳洲经济 最终的一个恢复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我们在投资上 还是那句话 如果知道了某些行业 或者某些这个领域 经年的情况不好 我们就应该适当给予降低投资比例 比如说地产 比如说金融 今年情况不好 就降低一些 或甚至于退出 那比如说像今年能源 矿产再恢复 我们就可以考虑再增加一点 有的朋友可能说到 那数字货币呢 其实我们不妨呢 把数字货币比喻成辣椒面 那么在这一锅汤中间 如果我们适量的加一点 辣椒粉或者辣椒面呢 可以增加它的味道和口感 但是如果加的太多 那你一锅汤都会被搞坏 一口都喝不下去 把鼻涕眼泪也一起来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能吃辣的程度来调 有的朋友们可能喜欢吃清淡 一点辣都沾不了 那可以不选 有的朋友们呢 可以喜欢吃辣 但吃不了太辣 可以微微加一点 所以说数字货币 我们不妨把它比喻成辣椒面 或者说就是一个调味品 好了 今天晚上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时间 在6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CPI 就是通胀数据 会对英镑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到了晚上12点30分 加元重磅数据 是加拿大央行的货币利率决议 决定呢 加元是加息不动 还是降息 到了晚上12点30分 是美国的原油储油数据 因此对油价会有较大影响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信息 大家感谢收看 今天狗马给自美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